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今天医院来了个特殊的病人 88岁高龄的老人 深夜在家摔伤了药 却是自己叫来救护车 独自一人救诊 看着老人一个人歪歪倒倒地走进医院 医护人员都心疼地上前搀扶着 老爷子 你给我电话亲子朋友什么的 谁来一个帮交交费什么的 这是北京啊 护士想要帮他联系家里人 可老人却不愿提供 因为我在自己交费可以 自己走路多不方便啊 那没办法 护士都十分担心 这要是一会检查出什么问题 也是需要家属签字的 老人却倔强地说着自己能签没事 借强的老人不肯联系家人 硬是要自己救诊 表示自己会付钱也能自己签字 但从分诊抬到外科 短短几十米的距离 都是十分困难 看到老人只有一个人来救医 医生也感到很奇怪 怎么睡的呀 拽就晕了 怎么睡的呀 拽就晕了 考虑到老人已经88岁高龄了 又出现过昏倒的情况 医生十分担心 这一摔倒可能会摔伤脑子 那颗给你看头有没有事 或许是因为身边没有亲人 老人显得有些自暴自弃 我就瘦火活着了 医生建议先挂个内科 然后再开个腰部的片子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出诊室 一个热心的小伙子看他行动不便 便立刻上前帮忙 坚持说着我可以的老人 却还是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仅仅一味不肯放手 有了小伙子的帮助 老人顺利找到做检查的地方 担心老人害怕 小伙子全程在外面等着 知道老人完成检查 那我帮您拿着 您掺着我 小伙贴心地帮老人拿过外套 搀扶着他到一旁的凳子上坐下 一旁的路人见到 还以为他俩是爷孙俩 但在知道了事情后 也加入了帮助老人的行列 配同他等待检查结果 在这个间隙 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哎呀 真是没办法 要孩子也没有用 要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啊 都走了 别考虑他们了 你这88的干嘛呀 别考虑那些了 88岁的老人 西夏并不是没有子女 不仅有还是三个女儿 可这小苗们都去了澳洲发展 家里就只剩下了老人 生病也不能去找他们 毕竟在这是公非医疗 老人在国外又没有医保 担心医疗太贵 不忍心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就这样88岁的老人 成了有三个女儿的空巢老人 路人大哥听着这些话 心里窝火忍不住责怪起他 你看你现在还为他们考虑 我现在就一个人 这是医生担心老人 主动找到他分析检查结果 万幸的是要没事接下来 就是看内科了 小货艰难的从椅子上 把他掺了起来 前去急诊内科就诊 在医生和好心人的帮助下 老人做完了全部检查 万幸的是医生确认 他只是扭伤 没有别的问题 可怜天下父母心 88岁的高龄又是故土难理 又怕到国外成为子女的负担 生病了只是一个人去医院 不敢告诉子女 这大概就是大多数 中国父母的真实写照 医生为子女着想 可他年迈的身体 又还能承受多少呢